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 刘云川 41岁 重庆人 各位老板好 我的名字叫刘云川 我的一名叫做刘丽豪 我是一名职业演员 希望能够通过非礼莫属 这个栏目呢 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欢迎你刘云川 谢谢 有没有人说 你长得特别像一位香港演员 有 侧脸来看 有点像周华健 库尔特这眼睛 有跟没有没区别 读书的时候 他们说嫌吴彦族 他们是对吴彦族有误解吗 说说你 自己觉得长得像哪位 自拍很像牛的花 有带来什么照片 能通过大屏幕 让我们从其他的角度 欣赏一下 您的风采吗 一个人 你别说他那个一钩鼻子倒是有点像 发福版的乡村刘德华 发福版就已经很惨了 然后你又说乡村版 其实大家不知道我们的求职者刘云川啊 他一家子都跟刘德华有比较深的渊源 我爸爸就叫刘德华 我母亲的生日9月27号 跟刘德华是同一天的生日 你呢 我是他的职业模仿秀 您这脸我问一个可能稍微有些冒犯的问题 您没有说为了做模仿秀动过吧 对 完全没动过 我这个时候是天然的 就成天然的 对 但是我的印象中刘德华好像有好多替身 我是运用替身嘛 也是 就我们这个舞台上也来过一个叫陈黎明的 他也是模仿刘德华模仿的买相 他是冠军 那你是亚军 我是特要嘉宾嘛 那您的声音像他吗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忽乱的拍 暖暖的眼泪更含于红尘一块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引开 里的影子无尽在身边徘徊 这股自信的劲儿这确实是有 我采访过刘德华 刘德华现在什么人采访都接受吗 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 像刘德华这件事 对你的人生轨迹的影响 你觉得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我能通过模仿他 能养活我的一家人 那你当时模仿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因为年纪的原因 方方面面的原因 模仿不下去了 你要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我就来到这个舞台 所以就是来找工作的了 等于你现在走投无路了 想起我们来了 开个玩笑 因为有时候我这么问你呢 你04年到18年 14年的时间 在各大酒吧做助唱歌手 对 薪酬在一万以上 对 然后个人原因离职 为什么离职啊 因为在酒吧里边天天应酬 又要喝酒 又要在台上唱歌 现在场子反正也废了一半了 您今天来这就是觉得说 想找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 对 但是您这个过往的经历 我看着都不错呀 某影业公司的制片人 月薪近两万 对 你这制片挣得比我们制片还多呢 那你今天来非你莫属 您想找一份什么工作 就找一份直播待货的 有意向企业吗 只要企业意向我 我就意向他 但是云川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今天站在舞台上呢 到底是刘德华的模仿者 还是求职者刘云川呢 还是一个求职者吧 我为什么会这么问呢 就是我还是感觉 你的一朝一室 好像都在模仿 你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点 可以叫我们看到 真正的刘云川是怎么样 刘云川的话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我如果用刘德华的方式 跟你聊天了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如果你是这样说话的话 我觉得你就比较适合于潮汐了 但就是你刚才那个样子 我就不知道你应该去哪里 丹克尔德其实可以理解 这是一个 十几二十年的一个生活习惯 或许您 酷似刘德华的这个相貌 也给您带来了 人生的一个偏德 而且他回答上特别重要一点 你知道什么 就是说他觉得 他这个职业 养活他一家人 就是很务实 懂我 做过直播带货吗 给一个企业 一个家居企业做过 你给那家企业带货的成绩怎么样 很好 当天他们有八十多万的人 在线吧 在哪播呀 他们是通过的 微信的一个私益平台 八十多万人同时在线 你做了多少销售额 因为我们只是去演出 真正的那个后面一额 我不太知道了 好 各位企业家 根据他的综合表现 做出你们的选择 祝贺你 刘云川 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第二轮 天生我有才 晚安 去制裤